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葫芦岛市金玉华城住宅小区的二期项目 是由秦皇岛第二建筑公司承建的 但是由王颖等人全面来负责具体施工 2011年年底 这些农民工就跟随王颖来到葫芦岛市金玉华城住宅小区的工地打工 两年半的时间里 除了预知的一部分生活费之外 很多农民工的工资都没有拿到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 工钱怎么就这么难要呢 王颖是工地负责人 属于秦皇岛第二建筑公司 他说他们承建的这个项目 是由葫芦岛市凌云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一个住宅小区 在近两年的施工过程中 开发商给他们拨付了3700多万元的工程款 但王颖认为这些钱远远不能支撑他们的施工费用 从秦皇岛第二建筑公司提供的这份验收报告中可以看到 他们所承建的这个项目 2013年6月30号验收交工 验收结果全部合格 有的项目甚至达到了优良 但是这么一个优质工程 至今却拖欠着农民工的工资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不拖欠公款 我们就不能拖欠农民工资 就这种情况 我们也一点办法没有 天天农民工归着我们 我们也是没有钱 按照施工方负责人王颖的说法 没法给农民工发工资 是因为开发商还拖欠着他们的工程款 于是前来讨薪的农民工要求王颖 带着他们直接找开发商讨个说法 我说只能现在是对预算 因为说法必须把预算内上有最好 就说你这条也得有人来 我这条也得有人跟你对 别过那人 我今天晚上你也得跟你对 你说个时间啥对款 你那条人家能来用吗 你别问我 你有什么事要的对款 你看你不来人家 你不来人家 你过那个时间啥对款啥 欠不欠我钱 明天跟你安排到过年 你对一把能对完吗 对完了过年 他们好什么 原来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 只有这个项目 做完所有的工程决算之后 包括农民工工资在内的工程款 才能全拿到手 但是一个交工一年半的工程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竟然连工程的总量是多少 还是个未知数呢 有个地下车库 让他抱着了 往往给他们人去对 到现在里面有 第二车库占的分量很大 凌云集团的这位预算员告诉我们 现在由秦皇岛第二建筑公司 承建的12栋楼房的工程量核算 已经接近尾声 现在最大的争议就是地下车库的工程量核对 最大的争议在于我们签字变更这块 原来工程量核算迟迟不能结束的根本原因 是施工方认为开发商私下里进行了签证变更 按照合同要求 当天工作完成后必须由双方的工程师和监理同时进行核查 核查无误后再同时签字认定 这样的核算单将成为日后进行工程核算的重要依据 施工方负责人王颖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完全不同的工程核算单 在王颖出示的300多页工程核算单中 出现了改动的竟然达到80多页 其中一个被双方称为拆除尾档重新修复的项目 当时工程竣工后 经双方工程师及现场监理人员签字认可的是15个工作日 可是最后却被变成了9个工作日 这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造成我们成功率的损失 什么损失 经济损失 人工材料 都是我们的损失 据施工方核算 经过改动 开发商付给他们的工程款 要减少200多万元左右 正是由于这些核算单的互不认可 导致整个工程不能进行决算 也导致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长达两年之久 为了能够在春节前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工资 讨薪的农民工不得不求助于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 首先到我们老人家支队投诉举报科进行投诉 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件 然后填写自己被欠薪的这些信息 我们接到这个投诉案件以后 由我们监察科去调查进行处理 投诉完不到一天的时间 在当地主管部门的协调下 凌云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秦皇岛第二建筑公司共同协商 不仅把所有的农民工工资解决了 而且还预付了一部分工程款 并且共同承诺尽快完成工程的决算 绝对不让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再次发生 解决最后 Wilson